欢迎仪式后 习近平主席同塔龙总统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宣布 中备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习近平指出 近年来 中备关系发展势头良好 两国务实合作 扎实推进 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 相互理解 相互支持 在多边场合保持良好沟通协调 两国人民有益 日益深入人心 中方高度重视发展中备关系 愿同背方密切各层级往来 深化各领域友好互利合作 推动中备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习近平深刻阐述了中国是现代化的本质内涵 强调 中国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 关键在于始终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 坚持走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方支持贝宁 独立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实际的发展道路 早日实现贝宁崛起愿景 愿同背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分享改革发展经验 坚定相互支持 实现共同发展振兴 中方鼓励中国企业赴贝宁投资合作 欢迎背方充分利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 中非经贸博览会等大型展会 推动更多特色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 中方愿同背方密切人文交流 加强教育培训医疗卫生等领域合作 继续支持共建鲁班工房 双方还要加强反恐安全合作 密切国际事务协调 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和国际公平正义 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习近平指出 今年是我提出真实侵诚对非政策理念十周年 十年来中国对非洲朋友始终以诚相待 真心实意为非洲发展提供支持 中非合作已经成为南南合作和国际对非合作的典范 中方支持非洲成为世界政治经济文明发展的重要一级 愿以自身新发展 为非方提供新机遇 同包括背名在内的非洲兄弟一道 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成果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全球发展倡议 同非盟2063年议程 及非洲各国发展战略深度对接 支持非洲实现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 携手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 塔龙表示 中国是贝宁伟大的朋友 两国人民有着深厚真挚情意 贝中两国高质量合作互利共赢 将有力促进贝宁工业化进程 助力贝宁更好实现国家发展 民主不应只有一种模式 真正的民主应该造福全体人民 在这方面 中国为其他国家树立了良好榜样 中国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奋斗 不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而且为其他国家谋发展 提供了宝贵帮助 做出了重要贡献 贝宁从中国的治国理政经验中 获益良多 愿同中国建设真正的战略伙伴关系 深化两国各领域互利合作 像中国一样实现国家发展繁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